第三者来看他们的故事的话 这两个男人都比较不适合我 因为可能德纲的野心太过大了 我希望一个男人能够花点时间 跟我一起享受人生 他不是一个大反派 在人生中就犯了一些小错误吧 小错误可能是 他碰到戏里面这个西文 他就认定一个人之后 他就会对他死心塌地 家婆欺负媳妇的那个年代是以前 或现在我恨欺负欺负家婆的比较多吧 当初拍拖的时候 你很欣赏那个人的某几点 这几点可能是结了婚过后 变成你们之间的一个问题 而大仙他是以一个疼老婆的心态 来面对他太太的冷言冷语 只是气他为什么没有把老婆放递 我觉得我寻求目标的方式可以改变 得失心也可能不用放得那么重 往往人生要在创下一个高峰的时候 是最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